印象当中的尼姑或是和尚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是不是就应该清心寡欲天天吃灾念佛 但是现在在网路上有曝光了这么一段影片 真的很奇怪耶 这是在泰国的僧侣 他们的日子过得会不会也太好了 这段画面可以看到呢 这是僧侣在开私人飞机 而且呢他们都带着很有型的这个大墨镜 身边放的包包据说也都是名牌哦 而且为了打发呢在飞机上面的时间 他们还听哀怕 现在呢泰国的佛教办公室就说 这些行为啊包括买名牌 通通都是不符合泰国佛教规定的行为 所以得要对这些僧侣进行调查 甚至要做出惩戒